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典老片里翻箱倒柜的时候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压箱碟的宝贝 在考量了周星驰等多位明星之后 制片方将加藤这个角色锁定在了亚洲流行音乐小天王周杰伦身上 论身 周杰伦自然不离自己的偶像影响了 但是当你看完了整部电影 反时在片尾听到那首双结棍的时候 这种肯定是一种属于音乐天王的标准 这种肯定是一种属于音乐天王的标准 结论现在的身份很复杂 就是歌手 音乐人 制作人 电影导演 这几个角色里你的工作时间怎么分配呢 音乐还是占比较大的部分 几乎半年都会在制作音乐 然后写歌 出唱片 当个歌手 做演唱会 拍电影就是个人 纯粹个人的兴趣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艺术的延伸 自己创作的东西 有些可能在音乐上面表现不出来 必须要靠视觉 所以拍电影 在你的整个工作当中 音乐还是最重的一头 也是你自己最享受的一部分工作 对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 可以当个钢琴家 音乐家 那现在算是实现一半 你说你小时候的梦想 当钢琴家的时候 这个梦想是什么时候 就自己基本是清晰的 因为我大概是四岁也学钢琴 大概八九岁吧 说你妈妈管教你很严 逼着你练琴的时候 对 八九岁的时候 就确定自己其实是 对 因为花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学费 所以不想辜负父母亲对你的期望嘛 所以小时候其实就已经被灌输这个观念 就是将来就要当个钢琴演奏家 那只是因为后来慢慢接触了流行音乐 觉得这条路好像比较好走 因为我觉得会钢琴会音乐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找出一个自己有特色的一条路 所以就参加电视的节目 去创作比赛 看看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名次 很多报道都说你其实小时候是一个特别性格内向的人 然后这和表演之间需要有一个心理障碍要跨越吗 小时候其实还挺内向的 也是只敢在自己的亲戚啊 然后家人面前表演 然后到了学生时代 那个时候第一次有机会上台表演 也是紧张的半死 慢慢我觉得这是慢慢经验累积 慢慢后来才不怕声 慢慢就是敢面对群众表演 有人说这个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 你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 你知道现在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就是很多孩子都是从小开始 家里面有条件就让他去学习音乐 你觉得学习音乐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的心理会跟不学音乐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的挺对 就是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因为他们有一个情绪的抒发管道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写一首歌 有个抒发正确的抒发管道 所以我觉得我在学生时代 其实写了蛮多的歌曲 学生时代 对学生时代 都没有发表过了 你唱给别人听吗 有班上的同学 也有喜欢的女孩子 写歌给她 所以这就是一个心情的寻法 我看到报道说是你在四岁开始学琴的时候 你妈妈发现你在音乐上面天赋 就给你买琴 然后投入很大的精力 如果你当了爸爸 你会不会把自己的音乐兴趣 放在你孩子身上 会 真的 就算他不喜欢我 还是要教他学当地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他的未来了 你会觉得我走得比你快 听我的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将来就是 让小孩学钢琴 学音乐 我最不担心 因为我可以好好的教他 而且他也不会变快 他将专辑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 他让钢琴在电影里无处不在 无论是昏黄的老琴房 还是明亮的音乐教室 琴声成为了一种语言 诶 小邦最爱的女人 她们在一起十年了 最爱不是分开的 但是 能够拥有十年夜已经很长了 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肖邦 在黑白琴剑的跳动中 又重新时尚起来 无论是这首能体现演奏者技巧的黑剑练习曲 还是这首被强烈流行色彩包裹着的声C小调原舞曲 钢琴给自幼学琴的周杰伦提供了细腻精致 而且充满灵性的时尚旋律 你知道如果是你的孩子去学音乐的话 因为你的关系他会有很多机会 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机会并没有那么多 关键给予你机会的是什么人 比如说踏上这个流行乐坛的这个舞台 给我机会的就是吴宗献 那就是因为我去参加了这个比赛 我自己觉得自己 这是真的很挺 就是挺内向的 不敢在这个电视节目表演 所以当一开始的成绩不是很好 是后来慢慢的放松 慢慢的我就觉得还挺顺利 那他那时候是主持人 那就签下我帮他们写歌 吴宗献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你来说 什么样的人 你有时候看到他电视节目上搞笑什么 真的挺好笑的 但是以下其实完全不一样 蛮严肃的 好像都是这样很多的谐心啊 很多的丑角 私底下就是完全两个人 一开始给我感觉应该挺难相处的 但是后来觉得其实他一直很照顾我 然后开始慢慢把他当老板 领导看待 然后常常给我机会 那他的专辑 就会用我很多的 很多首歌曲 在这个圈子真的 这个圈子真的觉得 其实有点复杂 但是又觉得 很吸引我 很神秘 所以我就决定 真的好好的朝这条路去走 你说还没想到自己会当一个歌手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我觉得自己唱歌不是很好听 那时候纯粹就是创作 创作 那有时候创作我觉得自己唱不好 我还是找我朋友帮我唱 唱我 唱我写的旋律 所以我完全不会想说 之后要当个明星 当个歌手 我知道当时 牵进来很多人 包括方文山 什么一起牵进来 那时候我想要创作 但是我没有歌词 那献歌 吴宗献他就有拿了一本 厚厚的一叠 几百首的歌词 我看都看不完 我觉得 哇这谁啊 这么有心 是哪一位 然后他说这是投稿的 他叫方文山 他投了很多唱片公司 都没人理会他 那我觉得 听到这个我就觉得 那个吴宗献人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看了几首歌词 其实老实讲不怎么样 但是呢 他愿意用它 慢慢的翻文山 开始在进步 我觉得 有时候真的 机会你就是 来的时候 你就要发挥你 最厉害的长处 吴宗献会给人机会 但同时也会给你们 很多压力吧 压力啊 有时候会啊 就是 可能你要在两天之内 写完一首歌 嗯 他有时候个性还挺 就是还蛮急的 嗯 很急你知道 就是 嗯 两天后交给我个歌 然后就走了 这两天你怎么办 我就 没有就闷在 自己闷在录音室里面写 我就睡在录音室 嗯 那时候又觉得自己唱歌 并不是很好听 怎么会下这个决心 是他帮你下决心 还是你自己说 不行 我自己试试看 我没有讲说 我自己试看 嗯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后来 换了一个新的总经 他听到这些歌 他觉得 哎 这个时下好像 没有这样的音乐 嗯 而且 挺有特色的 老子也不是这么清楚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 把音 把歌声当成一个乐器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把歌声 担当成一个乐器 嗯 我不是在着重 以在他的 咬字 嗯 因为反正 有歌词本 他只是那么多配器当中的 一种声音 对 对一种声音 所以我常常 我在 我是在玩音乐 嗯 我觉得用玩的心态 而且要搭配的人 要 嗯 要很对 比如说方文山 他那时候给了歌词就 跟我第一次看到他写的词 完全不一样的 嗯 他进步的非常快 而且 跳脱整个市场 整个市场完全没有这样的歌词 嗯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 这个是方文山写的 11年前 21岁的周杰伦 在漫长的折服和打磨后 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那些甜美 勇敢 有点胆怯和夸张 又略带孩子气的元素 最终化为出色的灵感 在这个干干净净的男孩身上 完美绽放 也在那一年 为无数少年 带来了无尽的惊喜与快乐 没有人会预料到 这个唱歌时咬字不清的男孩 将会开启一个 震动华语乐坛的崭新时代 你刚才说到你说玩音乐 我知道你自己特别爱变魔术 但是你曾经说过 你说你不是医生 也不是魔术师 但是你可以让你的音乐活起来 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原则 就是好听就好 这个旋律好听就好 那好听呢 你也可以让它很困难 旋律走得很困难 转来转去 你也可以让它 听妈妈的话 可能就简单的几个句 但是大家都会唱 重点是你要让大家记忆很深刻 然后容易去阅读它 去吸收它 那有些很奇怪的歌 可能不适合大家大合唱 但它就是一个 不可不缺少的一个音乐性的存在 在我的整个专辑里面 那我会去区分它 这个歌 比如说它是前菜 只是一个开会菜 然后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 我觉得我是蛮懂得去包装自己的音乐 在你刚刚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你唱词不清 那时候好像尤其在大陆形成了很多争论 说这个人唱歌 人歌词都唱不清 怎么能出来唱歌呢 但是刚才你讲的 我心里就特别能够接受 就是你把声音 把人的人声当作一种乐器 配器当中的一部分放进去 但是这种讨论 我相信也影响到你 你当时有压力没有 不会 我觉得我的好胜的心态 其实还是存在的 只是前面听了大家这么多的评论 想说好 我就来一个唱得清楚的版本 后来出现了千里之外 跟菊花台 告诉大家 其实我也是可以说得很清楚 唱得很清楚 然后再回归自我 那有点像在跟大家唱反调 其实我在学生时代就是这样 就是学科 大家觉得我学科不好 只会音乐 那我就偏偏有一次考得很高分 老师都没说话 那我再继续玩我的音乐 告诉大家你可以做到 只是你不想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免得大家觉得你做不到 你是个很特立独行的人 那算是 你知道很多青春期的学生的老师 很头疼 说这些孩子很反叛 你觉得你当初的那种状况 算是一种反叛吗 或者说对于这些处在反叛期的这些孩子来讲 你觉得他们心中最应该把握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也曾经反叛过 只不过我觉得我自己控制的很好 我的反叛就纯粹在音乐上面而已 不想做跟别人一样的 然后你要我学 我偏偏不想 然后妈妈走了 我自己弹 也因为那时候我开始接触流行的歌曲 因为学古典真的我觉得很累 古典钢琴真的很累 那通常学古典钢琴是不听流行音乐的 是完全是极端的 但是我就是那时候接触的流行歌 我觉得很轻松 很自在 所以那个时候 反叛的这个 反叛这个期呢 不是很长 我听说你曾经跟李云迪一起标琴 李斯特的作品 这也是另外一种层面的证明 就是证明 其实我受过这方面的严格的训练 我能 我能跟他一起 但是呢 老实讲还是差很多 还是差很远 但是呢 至少我可以一起 这个跟着他的速度走 先不论我弹的力 但是我觉得可以跟上速度 我自己觉得 对得起我 我也不认识 那么漂亮 你常常说要对得起歌迷 你也说希望歌迷多少年之后回回头来看周杰伦还是周杰伦 希望他们不要跟错人 我体会在你心里面 有很大程度上歌迷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你特别在意他们从你身上得到的什么东西 可能很大一部分是除了音乐之外 还要从你身上看到一些东西 其实我一直觉得现在很年轻 现在很年轻 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些小朋友 所以我写的歌的内容 我的内容不会有一些太负面的东西 很多的饶舌的歌曲 其实在美国你可以知道 很多饶舌歌曲都是骂来骂去的 那我就想说 把它稍微自己改成自己的东西 我的饶舌都是在讲 爸爸妈妈 这种亲情家庭的伦理 孝神 对我觉得这样子小朋友比较听得进去 嗯 他们反而会觉得 这个音乐类型它是很酷的 然后你反而 我就是偷偷的在说教 嗯 当然另外一点是我自己对家人其实 一直都是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 完全分不开了 嗯 所以才会想说替家人写一些歌 因为 我觉得家庭这伦理的观点其实很重要 嗯 嗯 就像我刚刚说这种反叛的这个时期呢 常常有时候会没大没小 嗯 我的歌曲我觉得 很有很有这种效果 好像 在在很多的学校也在放这个听妈妈的话 所以 很多的小朋友 嗯 来我签名会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亲一起来 那父母亲就会觉得 多亏你这个歌啊什么 我小孩子听话啊什么的 我都觉得 哎 我 我有帮到你们 就是得到这种正面的反馈以后 对 就坚定你这样去做 对对对对 会这样的 好 我觉得你的形象 包括你公司对你的这种宣传和包装 都是在刻意的维护你的这一面 嗯 其实这对于整个的社会 尤其对于孩子来说 是一个健康的力量 嗯 可以去放好的方向去引导他们 对对对 其实还是想要好好的影响一下 嗯 歌语对 幽缓抒情的旋律中 唯唯道出的歌词 让人听得感动 对妈妈的爱与感激 在自立行间流露无遗 周杰伦用他的方式 引导着年轻的歌迷 也影响着这些年轻歌迷的老师和家长们 2006年 这首《听妈妈的话》 入选了台湾地区小学一年级的教材 五四三二一 我是周杰伦 他是亚洲流行乐坛 炙手可热的巨星 我要创造的就是流行 他是华语歌坛音乐文学的创作才子 我的歌词强调 空间感跟画面性 黄金搭档 十年合作 文化试点 本期封面故事 周杰伦 方文山 十年一见 在你自己的整个宣传策划等等这些方面 你自己能做主的成分有多少 有多少是你的公司帮你做 在音乐上面的包装 其实我觉得几乎可以自己完全做主 毕竟是自己的专业 所以公司也其实都还挺听我的意见 另外一方面是 我自己觉得自己也挺主观的 很多时候其实不太会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当我觉得是对的 我觉得这样是好了 这首歌他是第一波的主打 旁边的人 OK 好 但是如果说在造型上面 你说你应该穿什么衣服 我全部让别人去打理 我听你们的 不是我的专业 我听你们的 你说在音乐上面完全是由你做主 是因为你越来越成功 还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音乐的判断 就有这个自信 我觉得是对音乐的判断 对音乐的判断 就是什么样的歌流行 什么样的歌构时尚 这是有迹可循的吗 还是只是一种感觉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 真的 没有说一个标准 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唱这个牛仔很忙 因为现在年轻人步调 大家走的节奏都比较快 所以我就写这个 大家都会朗朗上口跟着唱 还有很多歌曲 我觉得适合这个手机的铃声 这都是一个感觉 没有说特定的标准 你也不太在意现在在流行什么 不会 其实不太会去在意现在流行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要创造的就是流行 我如果去听你们流行什么 我在创造 我就慢一步了 但是你知道听你的歌的人 很多集中在十几岁到二十岁 当然现在再往两方向延展 但是最基础的听众是这些人 他们是最时尚 最前卫 最尖端的那么一批年轻人 你的年纪和他们其实是有差距的 你怎么能保持自己 像他们那样去想问题呢 对 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保持得很好 我喜欢的东西还是像二十岁年轻人喜欢的 可能是我有一点 我觉得我有点幼稚 很多的想法都是有点幼稚 我觉得幼稚并不是不好 幼稚你可以拍很多 很特别的 比如说音乐录影带 我可以在里面扮演很多的角色 那是因为我很幼稚 如果我今天很 怎么讲很成熟 我可能 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会觉得你这样做很傻 何必这样做 所以那就变成 把自己给约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抛开这些东西 你先不要在乎你的年纪 所以我才自己拍的 不能说的秘密 我在里面竟然还可以演一个学生 演一个十八岁的学生 差了将近十岁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你自己做得开心就好 我们来说说方文山吧 方文山在你心里是一个水上的人 方文山也是 我觉得挺古怪的 就是个性其实蛮古怪的 就是你有时候 叫他写歌 他有时候会一直拖 时间一直拖 拖到最后你很急的时候 我想说一定给的不是好东西 出来 写得很好 歌词老实讲 我觉得有时候我看不太他 看不太懂 有时候写得太深了 太深好了 然后他跟我讲说 看不懂那就是好 我觉得这个人也挺酷 他好合作吗 是还蛮好合作 除了交杆交得很慢 非常非常慢 那更不用说其他的歌手 跟他邀歌了 拖了半年 很痛苦 我觉得他真的 是我看过转变最大的一个朋友 从我一开始 到公司 然后他是很害羞 不太敢说话 也没有留胡子 整个很干净 现在变得很颓废 然后 还去学校演讲 我想说 这么 你这么害羞的人 你还可以到学校去演讲 我想不到 所以我觉得他的转变是真的很大 五四三二一 我是周杰伦 他是亚洲流行乐坛 炙手可热的巨星 我要创造的就是流行 他是华语歌坛 音乐文学的创作材子 我的歌词强调 空间感跟画面性 黄金搭档 十年合作 文化试点 本期封面故事 周杰伦 方文山 十年一见 在他的笔下 歌词不再是单纯的流行文化 而成为一种 可能叫声出 多种文化想象的文学现象 他就是周杰伦的黄金搭档 华语乐坛 音乐文学的代表人物 方文山 周杰伦说在你身上 他看到的变化特别大 他说可能是这些年来 他看到他身边的朋友里面 变化最大的一位 这种变化您自己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种成长吧 因为刚开始来台北发展 然后那时候因为生活经验 然后历练各方面 没有很成熟 你会缺乏一种自信 所以你很多事情 就会畏畏缩缩缩的 你可能就不是能侃侃而谈 或是他所谓的改变 应该是自我的一种成长 看您的歌词 很多人都说 方文山词造非常华美 然后说看起来 它一定是国文的功底非常好 家庭的背景应该是 与此相关 有很多人会直接猜测说 方先生是不是师叔门第 但是当我们进一步 去看您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您 生长在一个普通的蓝领家里 对 没错 这种背景下怎么会使您对文字 产生兴趣的呢 有时候你对一种知识的吸收 是自我兴趣的一种要求 我觉得那种动机跟原动力会很强 就是说应该这样举例 就是说我秋学阶段 我可能会喜欢看课外书 那我所谓的课外书可能有诗集 还有像宋慈像李清照李玉的一些诗的那种宋慈的作品 我也很喜欢 然后那时候我去阅读他们的时候 我不晓得说这以后对我的职业背景有影响 我根本就不晓得 那后来我刚好因缘忌讳进来唱片公司工作 我发现说当初吸收的那些东西 慢慢会出现或融化在作品里面 那我就发现说其实阅读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阅读对我而言就是那种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行为 今天一个人他可能 那个我心理学可能三年五年写了一本书 可是你可以花一定的金额跟一定的时间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你就把他的观察跟他的心得化为己有 那我觉得那是很划算的一种投资 我觉得我那些作品应该是来自于早期阅读的一些经验 然后自己跟家庭的背景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进到这一行之前您在做什么 我在桃园就是台北近郊一个城镇做那种防盗系统的维修 其实那个工作有点像水电工 那我觉得说文字的创作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 那我觉得刚好有个音源机会 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唱片圈 因为你之前有累积作品 你有大量的阅读 那我觉得刚好进来的时候 你就把你之前的那些吸收的东西 就反除出来 然后呈现在作品上 你内心有了这个从事文字工作的这种萌芽 你怎么走出的第一步呢 我是去参加编剧办 然后写了一些剧本 可是我觉得后面那个课程对来讲有些意义 因为它会教导你视觉的东西 那我相当程度那种蒙太奇那种简介的理论 我就把它应用在歌词里面 用简介的效果 像我有首歌叫爱在西岩前 可能第一句话是古巴比伦岸 颁布了汉莫拉比法典 刻在黑色的玄武园里 基计3700多年 可是这句话其实是个历史的驱俗剧 他跟唐太宗 他跟教科书上的一句话 对他跟唐太宗 对我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 你那让我深爱的 我把跳跃回来了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去学编剧 对他讲的 那是一定的一章 这立刻产生了画面感 有了一种一成不变的刻板的一段叙述 但是加上了第一人称 加上了人称代词 然后加上了心境 加上了状态 加上了环境 立刻就生动了 有很多人说 说方圆山的歌词特别拼接 我自己在想 方圆山的创作词应该是什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讲说 我主题设定的空间感很强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里面怎么很多画面感的东西 譬如说我今天写青花词 它里面就会有宣纸 然后就会有右色 然后就会有泼墨三水 就是说 它有点像视觉上的东西 那之所以喜欢这样的创作 是因为那时候我进来 唱片公司 我发现说 有一些作品是情绪的字眼 可能我喜欢你 可是他并不晓得 我是在什么时空背景下喜欢你 是在雨季过后的第二个礼拜吗 还是在铁道旁的废墟 还是在自家的餐厅 在个阳台 没有交代 那我发现说其实你在作品里面做一个空间感的描述跟交代会比较好 听歌的人比较容易经历那个时空 所以我的歌词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我会强调空间感跟画面的情景 环境 对 交代周遭的环境 主人公到底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产生了如此的联想 对 没错 应该说是一种歌词创作上的一种 一种您的特色 歌词的主题性 故事性 画面感 然后这些元素都有了 你的个人的 作品的辨识度就很鲜明了 方文山的歌词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诗意韵味十足 古典中透着现代 文字剪接宛如电影场景 他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 重新组合文字 赋予新的意义 构建新的词峰 有很多人说 方文山的歌词很优美 有很多是从中国古典诗词里面画出来的 小时候的教育 我们是需要背那种文言文的 古诗词的 这个有个好处是说 你当初背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晓得它做什么用 可是你甚至小朋友他会讨厌它 可是其实那种文字的美 韵脚的美 等到你长大的时候 有时候有个心情或干嘛 甚至有些练书法治 或是写文章它会出现 我觉得那种土壤跟底蕴 是事后才会发酵 那像我写一些东西 随便举个例好了 像可能东风破里面有一盏梨愁 然后梨愁这两个字是 比较旧的用语 然后还有像菊花台里面 稠末渡江 秋心拆两半 然后现在的流行音乐 情绪的用语很多 可能悲伤挫折沮丧 伤心崩溃 然后愤怒很多 可是以前的那个颂词的时代 他情绪的形容词很少 他可能就只有仇字 忧愁 对忧愁 可能像李清照的神神 满最后面有 这是地 整一个仇字了得 还有那个礼遇的余美人 温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一样是原相东西 或者何字何成仇 离人心上秋 这些可能都是你的来源 都是我一些养分跟来源 那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作用的 就是说你把它化为作品的时候 你自己吸收跟学习的东西会出现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长线投资 是当年买一下的这个种子 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现在可能这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 是有帮助的 就是你在小的时候 你觉得它是负担 但是如果你用心做进去 或者就是只是把它背下来 你不知道在今后的人生路上 哪一天他会做来 做反过来来哺乳你 您是个词作者 用您心中的词汇 去形容一下周杰伦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概括一下他 你会用哪几个词 就像我千里之外 有一句话 就是 文类生入林 寻梨花白 确得一行情态 就是说 你听到了一个哭泣的声音 然后你想要进入一个森林 然后去寻找 离树的那种浓化 黎化的白色的美感 可是你去找到了青苔 还是绿色的东西 那我觉得它 可能你觉得说它可能外形 或很流行 或是有一点点那种 玩世不公的样子 可是其实它对音乐的态度 就反截然不同 它在创作的时候 它是回归到最原始的 它就是很专注 很专注于音乐的这个领域 它擅长的领域 它会有百分之百的自信 可是其他的生活细节 就很像 弄生活白痴 它可能缴个税 缴个发单 那种很基本 大家都认为很正常的事情 它可能不会 可能听个表格 出入境表格 就是 它那种很琐碎的事情 或是大家认为很正常的事情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 独立去完成 可能就是 买一个什么东西 去哪里买 哪里才有 它可能都分不出来 以你的了解 像周杰伦这样的人 是所谓的天才吗 他在他的领域 跟他擅长的 区块里面 他是 因为我觉得说 所有的天才的定义 应该定义以为说 他所散发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刻意去吸收 跟学习的 周妈妈有说 小时候 可能五六岁的时候 电视在放连续剧 连续剧会有主题曲 他听个几遍 因为那个没有曲谱 他音感 他会抓和弦 没多久 他就把它弹出来了 那我觉得那个是 天生有那种能耐 而不是后天的训练 我觉得是 你们两位坐在我面前 让我想 你们刚到 吴宗憲的这个阿尔法公司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第一个印象就是 我看不出来他是写歌词的 对 第一个印象是这样 就是还没看到他的词 先看这个人就觉得不是写歌词 不是写歌词 可能来送个东西 就是不是有快递吗 你们这叫快递吗 对是快递 快递 就很像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对他的印象是 不怎么会唱歌的人 应该是想说 那时候宣哥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宣哥拿一首 拿两首歌让我听 说哪首歌好 哪首不好 然后我反而说 另外一个创作者的歌 比较好听 但我不是说他的不好听 我好像做了别的比喻吧 然后我不晓得 他就在门的后面 我刚好就在外面 我就听到 我想说这个人 你完蛋了 因为说还不是很熟 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很自负的人 但是看到对方都觉得 我怎么去跟这样一个 不专业的人去合作 大概是这样 所以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这个对彼此的印象 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慢慢的 就觉得很多生活的步调 节奏都还挺像 他也很喜欢睡在公司 或者是就是会为音乐 去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 都还挺相像这样 吴宗憲 在那么多人里面 让你们自由去配对 让你们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 你们两个是迅速找到对方吗 那时候也没得选择 只有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写词了 那我记得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问我 现在要出台语专辑吧 他就问我说歌词 有没有新的或类似的 因为我看了 我看了他那一本歌词 我都觉得看腻 我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新的 他那口气有点不耐烦 他跟我讲说 你就反正随便挑一个写就对了 我想说 好 这么 其实音乐人都是真的挺固执的 我说好好好 看待他是前辈 没想到这个歌就中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那天心情不太好 刚跟女朋友分手 你们两位一起合作的很多创作里面 好像几种风格 比如像中国传统元素 这段时间好像比较多 像青花瓷 像东风铺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够归在服役内 就是你们对于市场上将要流行的 或者说你们觉得他一定能够流行的 这种音乐和歌词的风格 你们之间是默契还是讨论的结果 第一张专辑就有中国风的东西 嗯 娘子 嗯 写了一首歌 娘子 那也是在我刚刚说的 他的那一本厚厚的歌词本里面 完全找不到这样的风格 所以我就说 他突然给了一个 给了现在市场一个新的元素 娘子 后来就一直都在写中国风的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并不认为说 他会流行或怎么样 不是因为想要流行才去写 没有没有 真的就是觉得 我觉得中国风很特别 嗯 外国人听到都会觉得很特别 你怎么会 怎么会有琵琶 然后会有二胡 然后又跟电吉他 跟吉他 融合在一起 我最开始是无心插流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娘子 其实我写了几个版本让他跳 那我也 我至少写几个版本是因为 那首娘子的旋律 他不是传统那种 类似什么中国小雕或无线音阶的 反正是快接受的歌啊 然后我就为了发现几件 我就写了一个娘子 跟别的好像情歌的东西让他跳 那我也很意外说 他会挑娘子的 嗯 那我就觉得他可能有个成语叫 类似英雄所见略同那种 啊原来他也可以接受我想象的东西 嗯 那后期的发展就很顺利了就是 可能娘子完之后可能爷爷泡了茶 或是上海1943 然后接下来 可能双刀龙拳啊 然后东风破法如雪 菊花台青花池一路 嗯 就是说简单的讲 一开始无心插流 后期有一点 就想去维护这种 区块 嗯 后期就有了 后期这种这种想法就 诶 这好像变成讨论的 一种风格 那后期就有 有意思的去维护它 方文山的词配合周杰伦的曲 他们的株连壁合 创造出了太多的流行传奇 1999年 当他们两人同时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 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歌手 一个是怀才不遇的词人 多年来一起奋斗的岁月 让他们建立了默契的创作模式 和彼此信任的搭档情感 像你们两位的合作 人家说是黄金搭档 在音乐史上 以我来看 在音乐史上一定会有位置 你们最希望这个位置是什么 我不在乎这个流民的程度是怎么样 这个时间的长短 不在乎 只要我到了以后 我可以告诉我小孩 什么歌是我写的 什么歌是我写的 可以告诉自己的小孩 那个时期是属于你的 不在乎自己红多久 其实我不会去很眷恋这样的生活 或什么 不是 我纯粹就是 觉得以后可以很骄傲的告诉自己的孩子 这首歌是你老爸写的 在现在的华语的男歌手里面 你从影响力 从磁带的销售量等等方面都是排第一的 这种第一对你会有压力吗 当然我觉得做第一的压力是肯定有的 因为你要怎么样去维持 你要怎么样每张唱片都一定要第一 如果你不第一很容易就被别人攻击了 觉得你退烧了 这个现象退烧了 那你那么好强的人看得了退烧了这三个字吗 现在慢慢可以适应 人不可能永远第一的 对 那就是说 你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对得起歌迷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写的音乐很对得起歌迷 对得起自己 很多的歌手 可以慢慢找他 邀歌 然后邀不到他的歌 可能很多人仿他的歌词 一看就觉得很方文杉 后来看这个作者 不是方文杉 很多这样的现象慢慢出来了 我觉得彼此应该都会有压力的 你可能哪一天怕被人家取代 对 但我觉得有这样的压力是好的 因为他可以不断的推你前进 对于所有的创作来说 最难的是不断的改变自己 甚至是一种风格上的转变 你们会 杰伦会有这方面的追求吗 大致上不变 几个小区块的改变 比如说像牛仔很忙 对 这个就是一个改变 因为我从来没有习过这种乡村风格的东西 对 所以小小的变化 但是 那个 重点 不改变 重头戏还是一样的 就是你能听到 周杰伦还是周杰伦 对 我觉得重点是这样 有很多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难免会 因为可能会更流行 可能会更 短时间内被更多人接受 去会转变自己的这种发展轨迹 但是你们身上真正值得人特别敬佩的 是你们坚持自己的那一面 这一点我觉得在杰伦和文山两位身上看得特别清楚 我觉得 那这特别难得 也特别 祝愿两位能够坚持这种东西 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发自你手下的内心并肩 快世用少年过来 唾 快世用少年过来 唾 金无声翰天机 分散无名 仅舍在你太阶 冯山生气 快将用少年过来 快世用少年过来 快世用少年过来 通过我眼睛过 快世用少年过来 我们能这么近 一世的水 心 耶!